很感动 感谢武汉直播朱老师 好 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更多武汉的朋友 大家看完电影之后 就着我们的电影 就着这个角色 就着我们里边悬疑的设计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观音感受 大家可以踊跃地举手交流一下 OK 那我就选一下我穿蓝色裙子这一位朋友 对 你这个蓝色跟我们那个影片中的海底星空差不多 谢谢主持人 然后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今天非常开心 能用这个机会来武汉参加录演 然后我是从重庆过来的 然后今天看的那个电影确实蛮震撼的 就是看到这部我确实立马就想二刷 然后我也刚刚就二刷了 然后也发现了很多细节 但是涉及到剧透我就不仔细说了 然后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 这个还蛮令人反思的 尤其是对我们女性来说 对 我很喜欢追龙 然后反过我也喜欢 就是有一句话就叫 有一句话我比较深的就是说 我自己就是喜欢女性朋友之间的这种 忘不住吧 girls girls 然后在这部电影里面 然后也是让我就是感受蛮深的 也很喜欢就是两位女性那个演员 就是里面都比较就是有情 然后最后我还是想说人家就是说 女性朋友少挖野菜 她不懂这种梗是吗 不要连爱脑 但是内珠蓉还是可以挖野菜的 哈哈哈 你们又听懂是吗 挖野菜